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十年某一件双刃未成事 今日把事军 谁有不平事 大家好 我叫小赫 钟离荣 欢迎收看 最帅的 话容点睛 今天咱们家人骨价指数 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来到8782点 那么现在目前的一个 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 均量还是黄金交叉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 结构 还有指标的状况 所以就指数的观点而言 它不会 不一定正在叫老板 它不会 它会打回来做整理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个股是同学们的机会 前面落对的不能怪你 因为脱欧这件事情 英国脱欧这件事情 真的 第一 肉脱欧都脱欧 大家都看不到 第二 真的 那个 市场中的气氛太恐慌了 可是即使是这样 技术分析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 不是吗 6月24号那一天 行情打下来 产生了1200亿的成交量 预告是量价先行的道理 8754点 它不是最高点 我是这样解的 我的社团已经有这样讲 我的6月24号的节目也是这样告诉你 那么今天创新高了 甚至在上个礼拜我已经创新高了 验证 我们不用再说了 我们都不用讲了 现在可以继续解下去 解下去就是 你看台北股泡市场有多么的强 也不一定正在 1234566跟黑红棒啊 涨翻了 涨翻了 真的 你今天你来 那购标很好贪 很好贪 随便买一买都会涨停摆 不好意思 我是叫小鹅 我不这样跟你讲 这些行情的 我只要从你每一次每一次 行情在循环cycle的时候 你进步一点 进步一点 进步一点 下一次在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会面对 那才是画龙点睛真正的用意啊 不我今天说赞的啦 我们这些手机构片也有很多掌停摆的啊 大家都点那有效 没效啊 我一直在跟你讲说 技术分析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什么 看到未来 所以真正的高手应该知道 什么时候拿一手好牌 可以赚很多 然后当好牌变烂牌的时候 把烂牌把它打好 这要靠什么 这要靠技术分析 七月啊 对小弟我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 因为我是七月份的时候上台的 换句话说每年的七月份 对我来讲都是完成一个循环 完成一个循环 完成一个循环 那么咱们本来预计 要做十年的时间 我先跟大家预告 了解技术分析 不是只是看而已 不是只是等验证而已 不是只是等着嗷嗷逮捕 没四个号两个字而已 时间可以证明很多的事情 或许当下讲的东西 大家是一脸的糊疑 但是时间是一个公平的裁判 他会决定这个看法是对还是错 就像我今天跟你讲的每一件事情 后面要验证那些都要吸干 但是会不会时间过了以后 你已经忘记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给他一支钩票 来到255块钱 创下波段新高257 现在大家都可以谈联发科啦 对不对 联发科因为接到三星的订单 因为怎么样 因为怎么样 对不对 不要忘记联发科的教训 因为5月3号的时候 外资跟你讲什么 武将一生 我们都有证据嘛 5月3号的时候 5月3号 联发科在这里 在这边 那么外资跟你讲什么呢 联发科的目标价 德意志调降155块 证明毛利利走势才是关键吗 因为第二进营收动能成长 优于预期的利多显然比 不过毛利继续下探的利公 法说会后仅一家调生 共有五家调降 合理股价育指 意思就是说 人家跟你说 221块的联发科 你要买掉 你要干掉当肥料 有五家外资里面 有六家外资里面 五家告诉你要卖 一家跟你讲说要买 那时候联发科 连叠了一根 两根 长血下来 同学啊 咱们秩语散户的正义之声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联发科 我要证明一下 我要跳出来 我没人家问我联发科 诶 那时候有主播问我联发科啊 我没什么 我跟你们说 背离乃为操盘手之最大警讯 同学 其他我都没说啦 192块那一天 它不是卖点 从192块 现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来到257块 我们验证什么 验证 192块 它真的是一个买点 但是重点 那个时候 当下 我没什么来想起啊 同学 一个高手应该要知道烂牌什么时候要变好牌 那技术分析 这个GBO 这个KD先生 你都知道 但是没有人翻译给你听啊 当初我是这样说的啦 导播 Shot Time 什么都没有变哦 什么都没有变哦 基本面也没有变哦 当时候我们在买联发科时空背景是什么 财报很差 法说会很差 调价平等 对不对 有一家最准的 把它调价在192块 那时候最低点193块 那现在来到了192块钱 指标有没有背离 破底了吗 背离了吗 是不是 好 这是周的 周线的指标有没有背离 有没有背离 那它是什么点 你自己去想 所以背离乃为超盘手最大几件 5月6号192块的联发科 现在 来到7月4号257块的联发科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验证了 验证什么 验证KED指标真的很有用 两个月 要两个月的事情去证明 波段 对不对 这是上一次 这也是外资看衰 外资唱衰 然后技术指标形成KED指标背离的时候 这是周的指标形成背离的时候 都一样啊 同学 都一样啊 5月6号的讯号 跟2月2号的讯号 都一样 但是我们要怎么跳脱那个循环 小鹤就是要带你证明这一点 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否则你怎么敢买 对不对 不然你怎么会赚 看见别人看不到的啊 才能尝试别人不敢做的 为自己的鸿杆改变这样出来啊 没觉得零八克好 对不对 大家都那么好 但是他不是买点啊 上一次 很强的时候也在这边啊 后面怎样 后面没怎样 叫你这边买的人这边呢 不见了 那现在 叫你买这边的人后面会不会不见 我不晓得 但是我告诉你 操作一定都要有一个纪律 一定要有一个规念 我的规念在什么 在技术分析 你的规念在哪里 在画龙点睛 但是很抱歉 画龙点睛要提前下台一举功啊 你要靠什么 同学 你要靠什么 这次298的宏达店 93.5 那时候我跟你讲过 它是一个买点 它是一个准备加空的讯号 人是怕去真正要先上三宝 但是你每天是这样 走来走去走到脚垮去 每天都四个龙 四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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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112块 这年贝黎乃威操办手 最要紧讯 真的去买112块 就不应该啊 会不会解套 会 但是解套又如何 真的知道怎么做吗 那真的是一个合理的出手点吗 所以技术分析 你真的可以大家看到未来 你要好好去珍惜你们唯一的机会 唯一的什么机会 超越大盘 超越法人 超越一些主力 业内实户的机会 因为散户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散户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很灵活 技术分析怎么样 说我们就怎么做嘛 但是你们不是啊 你们每天都靠feel 我的feel告诉我 他好像长很多了 我的feel告诉我 他好像还会继续跌 那如果是这样子 192块的联发科 你一定砍在那里 不是这个样子吗 同学 为什么我们会每天 黄黄中日 像这只小白兔一样 都在买卖之间做选择 给他卖行公公公票 我们说行情就好了 涨多了吧 涨完了吧 涨高了吧 要跌下来了吧 你们看最近的农资跟农券啊 赢家不会害怕当少数 现在市场上赢家真的是少数啊 所以就如同192块 跟你讲联发科那边是买点的人 我相信他也是少数 所以要懂得改变 改变才能真正的与众不同啊 对吧 联发科 宏达电 大盘6月24号 英国脱欧 这些东西 都在技术分析里面啊 都在技术分析里面 同学 Shoptime将成绝响 我希望留给大家的 但这是旧版的 我会给你们新版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这个 技术般的光碟 这已经快没有了 这已经快没有了 每一片后面 都有编号 都是独一无二的 里面教的东西 你看看 你要学什么 可以限五分钟理论 波浪理论 技术指标 要钻石理论 竞争理论 都在里面 我都没参加 好好把握吧 我们把它包装成是一个套装 那 没了 就没了 时间到 就没了 因为它会跟着小贺下台 一起成为绝想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再讲 头痛 请用五分钟 吹记听 吹记听五分钟 五分钟 好 十年功德 即将圆满 头骨三崖 最后一礼录 技术会员 三三招募中 Shot Time将成绝想 现在不学会 以后没机会 感谢多年支持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六小贺老师 方形操盘式 有脸书咯 标普勤拿 新闻破敌 技术实战 标普报报 都在这里 一次满足 立即让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式 运达头顾 钟老师 也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 Q小贺 持股三崗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曲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 Q小贺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 Q小贺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涯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鹅排七米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只能用眼睛看 古评 在做古评 真的做古评 一世人的路线 我们只能用技术分析 看到的东西 往往跟你眼睛的见解是不同的 今天有一个古评 再创波端新高 他们的名字叫做药月 对吧 那么6月24号的药月在哪额 在这额 17块钱 17块给他镀表 干掉当肥料 今天20块4毛 就差多少 差一声去 更正差两声去 100万差20万 10万差两项 每天都是差两声 先不要讲少赚哦 先讲你卖在那个地方 不该赔的去赔 那就有差了 对不对 今天创新高 哪一个会赔钱 每一个都赚钱 跟着我做药月的 Everybody全部都赚钱 Everybody全部都赚钱 我们刚刚验证了宏达店 我们刚刚验证了联发科 我们刚刚验证了大盘 那个都需要时间 联发科要两个月的时间嘛 对不对 两个月的时间 好 这是第三个东西 这是丁八百五 我跟你说这支股票会再去哦 但是哪里要买哦 哪边要买的问题哦 对不对 人性死然 长好多啊 技术分析都告诉我说 它什么地方是买点啊 所以波段强势舞 买在短线落势时啊 恭喜会员 亮灯 27块4毛钱 再创波段新高 everybody全部都赚钱 丁礼拜五 爹山的东西 导播 Shot time 可是有一些短线上的一个操作 它其实重视的是节奏 我这样说好 当年飞学报价往上涨 威刚涨上来的时候 包括群联的部分 它业绩的一个表现上 它是在增加的 那平安就冲出来了 好 平安冲出来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告诉你说 它还会再长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地方买 什么地方买 要买几张 的问题吗 不是这个样子吗 跟你谈平安这件事情 你要克服两件事 人性 第二个盲点 人性是什么 哇 长很多了 盲点是什么 我不知道哪边要买 会员 哪边买 按照口讯买 每一个 全部都获利ING 不是今天去掌灵板 不是这个样子 时间买点到的时候 靠进去 亮灯 这样 10% 10% 很难吗 我今天我要跟你讲说 M8科后面以后会怎样 红达店以后会怎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能两个月三个月 我们验证了 你也买了 一个坡段操盘高手 短线一定要比谁都要来的犀利 你才能证明什么 技术分析 短线的有效性嘛 跟不是 高标要多吗 每天 买来买去 卖来买去 买来买去 乱枪打鸟 乱射飞镖 我们就跟你说几句 股票而已 一只手指头借给我 数得出来嘛 会员你们手上几只股票 一个人 一组会员最多的三只嘛 不是这个样子吗 同学 过来 去股票 我们拉近一点 看吧 嘿嘿嘿啦 是嘿嘿嘿 32.35 你看得出来要涨吗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波段强势股买在短线弱势时 今天将近亮灯 再创波段新高来到35块一毛五 每个都赚钱啊 我不认识乔薇 但是我知道乔薇要涨 我有告诉你 因为他们要证明 眼睛看不到未来 要靠的是技术分析 老波 小泰 乔薇 第一时间的突破 我在社团影音的部分有跟大家讲 他现在拉回了 时间跟空间的买点在哪里 时间跟空间的买点在哪里 来 每一个都赚钱啊 那我们要靠的是什么 3078乔薇 啊好 叫小泰 靠下去了 我给你们买看看 那一只人要帮 帮助的不是 不是吗 如果真的要卖的时候 短线上的东西 真的出现讯号 那个立即性讯号出来的时候 要转弯的时候 你真的懂得要卖吗 同学 我都写在里面耶 都在里面 操作的应用全部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 不是只有 给你光碟而已 不是只有给你讲义而已 还有一个伴手礼 那个伴手礼会一直陪伴你到年底 那是念之在之的叮咛 最直接的印证 最直接的抗讯 最直接要证明的就是这个东西啦 同学 就是这个东西啦 技术分析的最高境界是看到未来啊 不是这个样子吗 最直接的操作 最直接的验证 我没有跟你谈很多的东西 我没有跟你讲很多的股票 但是我不断的在证明什么 有一些股票它之所以可以挑战地心引力 它后面就是有因素 公司那就是一定有人先知道 先知道一定会先做动作嘛 不知道人家六位二十四号 这些股票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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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买在短信上的断头三 卖在短信上的阿呆股 然后再来讲说股票市场真的很难做 同学 每个都赚钱啊 哪个未赔钱 这边的箭头全部都是买点 这边的箭头全部都是买讯 每一个会员都赚钱 今天再创新高啊 这个东西我在社团影音的部分都有跟大家预告 高跟低不存在的技术买点 新巨科 maybe可能要 可能在往上走要出掉嘛 因为这成交量最大的位置啊 这每一个位置都是成交量最大的位置 而且呢 指标通通都没有出现背离状况 所以他才可以走那么远啊 他才能走这么远啊 这后面一定有什么利多啊 比如说转亏为盈 比如说营收增加 比如说接到什么订单 我不知道 但是我晓得我清楚我知道一件事情 技术分析跟我讲他没有卖点之前 我们就是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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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就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 没那么多佛书啊 真的没那么多佛书啊同学 我把我所学的 全部写在讲义里面 你有讲义的会员你应该很清楚知道 我们真的是没办法 我们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上課上的东西 都是同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不是价修的问题 它不是价格的问题 它是价值的问题 给我小赫值多少钱 给我小赫的技术分析值多少钱 对我来说它是无价的 因为在每一样东西到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的手上 都会因为它的三颗心决定它的效用 真的你真的很有信心的人 192块的联发科你会扣进去 因为指标背离 来为超盘署最大几绪 不要说你扮同联发科的人 192块你就会回补了 但你扮信扮疑的人 我再看看 没关系我再去看看 我就没在信 没信心了 所以说到底 即使我今天破了这个例 因为要提前退休 所以破了这个例 还是要有三颗心 没要怎么拆 那不是 突破跳空趋势改变 潜龙勿用 肥龙在天 它就是一支标股的一个明显的讯号 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扣进去就对了 一买突破二买要回三接跌停 就是这么简单 再来就是资金怎么去分配的问题 同学 你单单只是看到 什么股票 真的验证了上去了 真的什么股票 验证了真的大涨了 那是不够的 你要怎么去分配你手上的资金操作的部位 我今天是三百万的同学 我今天是五百万的同学 我今天是一千万的同学 你总不能探钱的股票买一手 了解股票买一股 那真的把自己的贡票买一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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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我讲的不对嘛 所以还有部位控制的问题 所有部位的控制的问题在节目上我没有讲过 但是在操盤高手里面都有说啊 这就是甲油了啦 比例 有些人做出来的米粉汤就是特别的好吃 有些人煮出来的味噌汤就是特别的好吃 它的素材 它的原料都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比例的不同 那就是美感 那就是真正是美感啊 所以我说到底还是这三颗心 对小贺有决心 对小贺有信心 对咱们的技术分析有诚心 做好准备电话拨通就对了 这个魄力的套装 我们是限时限额也限量 所以好好好好的把握 那么在未来小贺不在你身边的日子里面 我相信我希望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就是我们这个伴手里的这段时间 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一等一的操盤高手 因为它是最直接的验证 它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它就是最直接的周年礼物 带上三颗心 电话拨通就对了 但是龙城非将在 不叫胡马 杜英山 想问真之声 画容点金 感谢收看 欢迎来加入 电话拨通 财运 恒通再会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将成绝响 现在不学会 以后没机会 感谢多年支持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旧小哥老师 风行操盘室有脸书咯 标普勤拿 新闻获迪 技术实战 淘术报报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例子上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叫小鹤 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曲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叫小鹤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叫小鹤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接上和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 096 111 早尿身办更多优惠哦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叙 当机会千载然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轰电了一个月 就送轰动时找操盘密集 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1000元哦 请播02 2365 3255 老公 要再找房子